嗨 我是韓 歡迎回到阿涵肺生活 最近我被全聯極點的TOFFEE咖啡機燒到 想說我也是每天會喝一杯便利商店咖啡的人 所以我就有去兌換了這一台TOFFEE咖啡機 我在全聯結帳取貨的時候 我就順手拿了一瓶咖啡豆 結果一回到辦公室 同事就狂笑我 他說你怎麼會買咖啡粉 你怎麼會買吉隆咖啡 因為我就是看他一粒一粒的 就以為他是磨碎的咖啡豆 唉 我就是這麼無知阿 那我就請了一個我對咖啡還沒了解的朋友 然後他來跟我一起來試用這一台TOFFEE的 全聯TOFFEE的這台咖啡機 如果你跟我一樣呢 剛入手咖啡機 可是連咖啡豆的品牌 然後種類啊 甚至連咖啡豆跟吉隆咖啡粉 都分不清楚就是這麼天兵的話 那呢你一定要收看這一集 因為這一集我們會 推薦你新手入門的咖啡豆 可以有哪一些選項 也在觀望這台咖啡機呢 我們也會告訴你 我們使用心得 就是這台咖啡機 它到底值不值得兌換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簡易開箱吧 總體而言只有兩個選項的按鈕 一個是咖啡豆 一個是咖啡粉 裡面自帶研磨功能 那濾網的部分呢 是不鏽鋼 放入的時候一定要照著箭頭的方向放喔 不然會容易有不平整的狀況 整個研磨盒有一個凹槽 那這個部分呢要對準開關 才不會合不起來喔 外面LOGO的部分是金屬材質的 還有一個抽屜式的瀝水盤 機身呢是磨砂的材質 那我這次最不滿意的呢 就是上面這個光滑塑膠的部分 我拿到的時候已經是有些微刮傷了 然後這個呢它有附一個兩尺 是8克 那我朋友來囉 嗨 所以今天就是由它來承擔這個影片專業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是購買的咖啡豆是它開名單 然後我去購買 可是你知道就是 我根本就不知道去哪裡購買 所以我就線上搜尋啦 就有一間叫不玩咖啡的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朋友也是有喝過 我會在線上購買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就不用在食品店面跑來跑去 你就直接一站就可以知道你要什麼 然後我發現它的價格啊 就是由低到高都有 然後我這次是挑我比較可以負擔得起的價格 就是我們小隻 然後新手入門不想花太多錢就可以負擔的價格 我覺得這間的好處是 它好像是主打 烘豆的時間24小時之內就會出貨 聽起來好像滿新鮮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囉 想要看不同品項的豆子呢 我會在留言處然後附上這支影片的時間點 那你再去選擇你想看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先從酸的開始 就是比較淺烘焙的 這支日曬的E-索-BIA加水杯 這一個咖啡機它設定的話是不能超過16克 水量的話不能超過200cc 身邊現在目前沒有放層 所以用最簡單的話就直接用這個豆子 然後像阿含這種隨便型的 我就建議它量型就可以了 隨便型 直接放入涼滿石油豆子 這個是要加清水還是熱水呢 這個直接加清水就可以了 最好是用那種過濾水 我買的這一台它是有加熱功能的 然後我們今天使用的是咖啡豆 所以就是按第二個 便這個按鈕 等一下大家可以聽聽看 這磨豆的聲音會不會很大聲 OK 那我按囉 按了 喔好大聲喔 然後閃著奇怪的光 其實是蠻小的 對啊 好吵喔 它還說它是靜音 它給我的印象應該要是 更小聲一點 對啊 它上面會有一些蒸氣 那大家請記得手不要放在那裡 其實溫起來很香耶 那我們第一杯也在水杯完成 我覺得它是那種淡淡的香 欸還不錯耶 不會苦 對 柳丁的那種酸 它有一種水果的感覺 應該有水果吧 好像在考試喔 哈哈 你形容的蠻好的 非洲產業通常它都是帶有感覺 水果的香氣 我覺得真的好喝耶 這款我會喜歡 就是它的酸不是那種刺酸 絕對不是刺酸 很淺焙來講 這台咖啡機它是可以呈現它的味道 香氣來說我覺得是有超乎我想像 我看它要萃取2到3分鐘才完全結束後 我就會擔心它是不是會萃出很多不好的酸味 對 色味 就是比想像中好很多 欸這款會回甘 淺焙的豆子的話通常回甘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很明顯 越淺焙的話它喝起來就會越酸 那我們要進入下一個 聞起來就有再濃厚一點的味道 顏色也比較深 喜歡嗎感覺 你不喜歡 它的回甘度比剛剛那個更快 我覺得它聞起來比較接近我想像中的咖啡味 就是便利上面很高 咖啡的味道 怎麼辦我覺得它煮花繩沒有那麼好喝 我覺得如果生肥的話通常溫度不會拉那麼高 因為如果你溫度那麼高它會很快的把它苦的那個物質啊 逼出來 萃取的時間過久啊 反而會把那些不好的你不想要的味道 全部都釋放出來 所以不是煮月酒月入味的概念就是了 不是 每一隻豆子其實有它適合的萃取時間跟溫度 所以這一台它就不太適合用花繩 我覺得 但我覺得它有就是堅果的感覺 有 你講好像就有 哈哈 你講我好像就有堅果的感覺 不要符合 對 絲剝是它的處理方式啊 什麼隨喜啊 之下啊 我是今天不理它 對今天我們就不理它 然後這次中生培呢 我用這台是用1.5 它不會很酸 然後也不會很苦 溫起來的味道是濃郁的 而且它有一種不質的味道 我覺得它就是很符合中生培的形象 用這台的話建議中生培都是1.5匙 應該是說可以先從1.5匙開始吃 不要一下子就直接倒兩匙 剩兩個 特別的兩隻豆子 對 我跟你講這個 超貴的啦 超貴的啦 也不是貴 就是比剛剛那四包還貴 因為這個是它點的 對 是比較 淡一點的 我們來聞聞看有沒有莫達特的味道 才不會 隱閃 隱閃 這樣金金 你是莫達特作曲嗎 真的啦 欸好歹我會彈乾淨 講錯就很白癡 也是水果香 這個是淺中培都是水果香的感覺 它是溫和的酸 不會像第一支淺培有明顯的酸 喔我的天啊 就是這個味道 哈哈 你是怎麼樣 以這台呈現來說 我覺得這一支 就是呈現出來的感覺最好 真的 美果 我覺得美果香就是蠻明顯的 它講花香也有一些 會花吧 就是很莫達特的味道啊 就是影像這樣就會在花園 然後會喝這一杯咖啡 我覺得這款是喜歡喝茶的人 對 它有點 就是茶韻 聞的味道呢 酸愛杯有點像 水果 水果然後淡淡的 其實像這樣 可是這支的酸味沒有 酸愛師那麼明顯 對 就是回甘的程度 真的 我自己覺得比較高 那我覺得聞起來那個 把一顆草莓 放到鼻子裡面 聞那個表皮 有一點美果啦 我覺得也是有酸的 可是是溫和 可是如果也是味覺 尺寸你可能覺得它完全不酸 端看有一個味覺的感受 那以上是我們這六款 咖啡豆的開箱 身體而言呢 我是蠻推薦這間不玩咖啡的 它網路上的價格 還蠻符合小資預期的 我覺得比一般實體咖啡店的價格 還要便宜蠻多的 目前喝的六款我都蠻喜歡的 因為我這台咖啡機 好像比較不適合深焙 中深焙以上 所以中深焙的部分我比較喝不出來我喜歡的程度 可是它的淺焙的咖啡我都蠻喜歡的 我想要詢問一下 就是像我們新手啊 就是比如說去Costco 一大包的那種 星巴克的一公斤的咖啡豆 那你覺得那個推嗎 個人不會想買啦 因為它真的太多了 你根本就喝不完 首先第一點就是新鮮度的問題 放那麼久一定不新鮮 第二個就是 你要想它是Costco 它一定是從國外進來的 從它烘烤到 就是來到 遇到台灣已經做多久了 所以這個新鮮度大家真的要考量一下 就是想喝的時候就去買現盒的回來 就是如果有明確標示 就是它烘焙日期的話 就自己推下去 中深焙大概兩到三天左右應該差不多 那淺焙的話大概可以放個五到七天 術語要養動 對 豆子要養一下下 從烘焙完它豆子其實還會 本身還是有很多的氧化碳 它會持續的釋放出來 就試圖的讓豆子稍微放個幾天過後 豆子起來真的會順口 通常現在的那個咖啡袋上面 都會有這種排氣法的那種包裝 對 如果你是在短時間就喝完了 就直接使用這個包裝就可以了 不然就是 就像你說的就去買一個密封罐 對 但是就是不透光的 然後回來就擺在陰涼的地方 因為咖啡豆它本身就是怕潮濕 怕光 就是它就是先可以磨豆 磨完豆它直接幫你沖 所以它還蠻節省時間的 對 就是對於一個完全沒有任何 器具的人 對 但假設今天你身邊就已經有磨豆機啦 手沖服啊 對 你可能就不會想要考慮這個 就是如果你是專業姐 你就不用理它 對 因為它這一台 它可以控制的變異實在太少了 它最大的優點是輕巧然後美觀 可是以價格來講 絕對不是CP值最高 就可能不是首選 就以目前實驗下來的話 就是中焙或中淺焙 淺焙 它的表現會比人生焙好 好那以上是我們兩個人的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看它更多 就是關於咖啡的內容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或如果有人留言呢 說不定沒人留言 對 有幫助大家 對 對 那如果 你也有 買這台啊 或是你正在觀望這台 也可以把你的 那個感想寫在下面喔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不想訂閱 沒關係 幫我按個喜歡就好了 只要按喜歡就好了 好那這樣 下次見 掰掰